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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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還願意出來進修跟學習這樣 好,來,那我先了解一下 有參加過5%活動的 或是聽過任何我們的演講分享的 可以舉個手,OK? 好,謝謝 兩位應該是麥可老師的演講嗎? 有參加過嗎? 我服務設計,因為他不是有展示的 那你去問科老師的 哦,OK,服科手,請答 不是 不是 台科的 哦,台科的,哦,OK,我也是台科的 那你呢? 我應該兩三場 兩三場,哦,我錯的 OK,是工作房嗎?完整的設計集中 不是 因為是結合版的這樣 OK 就是國際論壇的一倍,OK,好 好,那很開心今天就是 能夠有機會跟大家聊一聊 我們在做的事情 但其實呢,因為我知道大家其實很年輕 而且比我想像中還要更年輕 可能都還比我年輕一點 差不多啦,應該差不多 我30,然後今年剛結婚 然後正準備在想要怎麼兼顧設計 變身小孩 很不容易 但我覺得是一個 蠻有趣可以期待的未來這樣 那,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呢 除了開放時重新設計 就是社會設計這一塊可以怎麼做之外呢 其實也想跟大家聊一聊 在我們剛進入設計這個領域 這幾年的時間 我們怎麼樣把設計用在你的生活當中 去設計你自己的人生 去設計你跟重要他人的溝通 那這個是題外話 但是我覺得它是影響我跟設計之餘 解決我自己的問題 創造新的價值 對我來講最深刻跟最實用的地方 所以待會兒的演講裡面 大概就這三塊 社會設計 然後人生設計跟共同設計 這三個部分跟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 好,那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燕子 那,可以不用叫我小燕子沒關係 因為一直會想到玩諸葛哥裡面的那個 叫我小燕子 大家都叫我炎子這樣 那我本身是南投人 然後其實我蠻平凡的老鼠說 所以我今天來這邊也是 想要多跟大家交流跟學習 就是一個很平凡的小女孩 然後大學的時候 念視覺傳承設計 那有修教程 所以我畢業之後 就跑去國中當了一年的美術老師 那在教孩子的過程當中 就當他們畫畫啊 然後講設計跟藝術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我就換完風箏之後 就出去放風箏等等的 其實還蠻享受教學的這件事情 但那時候 剛大學畢業 其實你都會有點緊張 就是當你決定要成為一個老師 要教別人的時候 你未來的這些學生 都是各行各業的不同領域的人 但是老師個人 居然還沒有進到這個社會 去了解這個社會在幹嘛 所以我有一點這樣的心虛 所以我就決定先暫時離開校園 我想要繼續去進修先去了解這個社會 到底有哪一些行業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離開校園之後 在那個廣告公司當了一年的特助 那後來到台北念企業管理 跨的蠻大的 就是我整個設計的大學裡面 因為大概沒有幾個人 就已經很少人念研究所了 然後又更少人念 就是被本科系領域的研究所這樣 對 那時候我想念氣管是希望做 不要一直做所謂被稱為美工的平面設計 因為當時還沒有UiUX 你知道嗎 我們在學的時候 UX還是一個不知道在哪裡的東西 那我是進了台科的七研所之後 才發現說 其實修了設計所的課 發現設計原來它有設計策略 有設計研究 有服務設計 有這些更高層次的設計思維 在該等大家在做設計之前的這一段規劃也好 或是使用者的研究也好 所以我其實是到研究所的時候 才不務正業的跑去修很多設計所的課 然後遇到一群跟我蠻合得來的設計師 所以我們就一起創業 就是一起來做這個名為5% Design Action的社會設計平台這樣 那一路我們創辦人是Kevin 他是一個就是台科設計所博士畢業的一個很厲害的人 對 那我們就是跟他一起從他老婆的第一個專案 也就是他老婆是公衛護士做癌症篩檢的 我們從癌症篩檢怎麼樣讓乳癌大腸癌口腔頸癌跟那個 欸還有一個是什麼 對 等一下 四癌 唸的都是講的應該有100遍了 好 口腔癌 是口腔癌嗎 我剛剛沒講到口腔癌 唉唷 口腔癌 乳癌 大腸癌跟子宮頸癌 對啦 這四個 就是台灣有很好的那個四個癌症的免費篩檢 但篩檢率一直起不來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在想說 那第一線的公衛護士推的這麼辛苦 而且健康也是個人的責任 並不是你來我給你醬油 或是我要很辛苦的一家一家去投單 投到就是第一線護理人員的身體都壞掉 所以我們就在思考能不能找一群設計師來 一起來為這個狀況去提出一些創新的解決方案這樣 所以是從那次的活動開始 我們大概每一年都會辦一場的大型設計行動 是關於不同的社會議題來做跨領域的創新跟解決的發想 對 所以大概是這樣 所以那時候到現在 中間經歷了研究所念完去芬蘭 半年回來 然後就開始正式的創業 然後到現在大概五年左右的時間 所以對我們團隊而言 其實設計 不知道對大家來講 你覺得設計是什麼 那對我們而言 其實設計 它已經不再是平面或是美感 視覺上的設計了 其實設計 它回到它的字根 它是design底 賦予 sign 事物意義 所以當我們賦予一件事情 讓它有意義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在做很好的問題解決 在做很好的價值創造的一個這樣的設計 那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 在你平常日常的生活當中 各位是不是也是在創造價值 在解決問題 即便你不是設計師 剛剛有說再來拍包子的 所以你每天也是在為大家解決它早餐 不知道吃什麼 有一個熱呼呼的包子可以吃 其實你也是在解決它早餐的問題 你也是在為它創造一個 早上起來有東西吃 而且還是很棒的包子饅頭 其實是一個很幸福的感覺 也要為它創造一個新的價值 對吧 所以已經每個人都是設計師 我們相信每一個人都是設計師 那5%的5%的時間投入設計 其實我們稱這群設計行動家們 action designer 那這群人呢 他就有跨行跨領域不同背景的人 所以包含UIU插盆是一個我們設計師的大眾 但是另外一塊更多的有可能 有蠻多人是譬如說學行燒的 企劃的 然後也有一些是工程師 或是甚至保險業務也有 然後有一些做生命禮儀的也有 就是有各行各業不一樣的人 那我覺得就是很有趣的地方是 就是我們把這群人放在一起 然後每一個人看事情的觀念不一樣 所以大家就會有一些新的 insight 跟火花出現 好 所以設計師問題解決的一種能力 是一種方法 所以在就是安逸師堂 他說的一句話裡面就想說 其實設計師在幹嘛 設計師其實就是在問問題嘛 所以他說在Ease的解題當中 他其實會花55分鐘的問問題 也就是我們透過不斷的提問去思考 能不能怎麼樣 假如怎麼樣 那會怎麼樣 有很多的創新 就是從這樣的提問當中出現的 好 所以從傳統的Design Doing 到Design Thinking 到現在說的設計的行動 Design Action 所以我們叫Vibrating Design Action 就是叫Vibrating Design Thinking 因為我們非常強調行動力這件事情 那大家其實如果在做UIVX 其實應該不陌生的設計思考是什麼 所以我就不特別提了 那這一塊其實我們想要說的 我們的信仰 或者說我們對於設計這件事情的堅持 就是我們希望所有的設計 不是只是漂亮 不是只是功能齊全 或者是很厲害可以賣很多錢的設計 而是我們希望的設計是可以去解決問題 然後去創造價值 那這個東西其實不管是你今天做APP的設計 網站的開發 或是商品的設計 甚至是像迪斯奈樂園那種整體的 遊樂園服務體驗的設計 其實都可以去解決公信人的問題 去創造一些價值 OK 好 前面很快的會把理論的東西講完 不是理論 就是比較架構性的東西講完 然後後面會跟大家分享一個小的例子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段比較常睡覺的沒關係 我們待會兒會有一些小案例跟大家分享 那我覺得這些其實是蠻根 蠻基礎 或說是我們的根 所以還是希望跟大家講一下 好 所以在5%再說整個設計 在服務設計的部分 是我們的核心的know-how 那我們在講的是 當今天很多不同的產品設計或工業設計 它可能在單一的touch point非常的厲害 比如說我設計一台電腦 我設計一個app 它其實是一個單一的接觸點 那我們怎麼讓這樣子的很多不同的單一接觸點 能夠串起來變成一整條的服務體驗旅程 所以今天我不知道只是用一台電腦 我可能還會去思考到這個使用者 它的買電腦用電腦的前中後 用完電腦之後它去做什麼事情 它在什麼樣的content 它在什麼樣的情境之上 或者說它周邊有其他什麼樣的人跟它互動 那這整個服務的顧客體驗旅程 它大概就分成兩邊 所以一邊呢是服務的提供端 它在意的事情是 它是不是能夠可行的 是不是能夠賦予好的價值的 然後軟體硬體跟人力 human wear 這三件事情要怎麼樣很好有效的整合 那在customer就是使用端呢 它想要的東西其實是三個層次 我們說什麼是好設計 其實大家就說 其實我覺得好設計就是你很直覺可以使用 或者說我覺得好的設計是 你覺得它很漂亮 這也是一個好的設計 那對我們來講 好設計其實剛剛說的那兩個 大概是落在好用的 useful的這個階段 所以當今天有個東西 我怎麼讓它從可用的到好用的 到會讓很多使用者 很多人很想很想用 desirable 對 我覺得這三個是大家平常在開發 或是在做產品的一些研發的時候 可以思考的成階層 好 那基本上我們在做整個服務的設計 或是在做設計的專案的時候呢 會用英國Design Council 他們開發出來的double diamond 就是雙鑽石理論來去做整個流程的設計 所以如果大家有聽過的話 它是一個4D的過程 從discover到define到develop到deliver 就是這4D的過程來做 那因為我們平常對外溝通的話 比較喜歡是用這個比較簡單的版本跟大家講 所以其實它就讓更多 非設計背景的人很好理解 就是一開始我們會去問說 這個是什麼 去做探索 去做定義問題的動作 然後去問 如果怎麼樣 那能怎麼樣 所以 如果我有什麼 做大量的brainstorming 然後從你的很多很多很笨啊 很瘋狂啊 很奇怪的點子當中 去確認出幾個好像可行 而且有影響力 而且能夠解決問題 創造價值的一些概念 所以第三個簡單就是 去抓出WOW的那個好的亮點的概念 然後最後WOW是把它變成企劃書 把它變成真實可以行動的方向去做 好 好 所以 設計其實對平台 或是說對現在的社會來講 它不只扮演著開發研發新的商品 或是模式的一個角色 其實它在很多不同的面向裡面 它是由設計去驅動創新的 像最近大家知道那個 台灣剛剛成立了一個設計 設計研究院 設計策進 反正就是台創 它改名 它變成那個設計策進院吧 不好意思 這都沒有錄進去好了 我去確認一下那個名字 對 那其實就知道說 其實現在不管是國際也好 或是在台灣也好 慢慢的設計 它已經越來越變成一個比較高度 策略性的東西 去 將設計的概念 去融入你的政策的發展 去融入國家的一些治理 甚至去融入公共服務 或是像醫院 或是你家走到外面去遇到的衛生所等等的 其實它都可以用設計的方式去做協助跟改善 那它會帶來一些創新 那這些創新是有時候不可控 有時候很破壞性 但有時候也是很紮實的漸進 慢慢慢慢小小的去改變 所以這些東西對我們而言 就是怎麼樣把一個現在社會存在的 既有的問題 複雜難解的問題 能夠變成一個很棒的idea 很棒的solution 那這個solution 可以帶來一些小小的正向 對社會好的改變 OK 好 欸等一下 有點太快 來 講了那麼多 換你們了 好等一下呢 你們剛剛有PO看到嗎 等一下下一張圖是一個牆上有很多的框 等一下請幫我算一下 認真算一下喔 牆上有幾個 舉行 OK 舉行就可以了 不管它是框還是是什麼 好準備好了嗎 你有30秒的時間 開始 好 來幾個 給我答案 你覺得你算到幾個 還沒上 還沒上完 好有沒有人上完 給我答案的 都可以 75 75 好 70 70 OK 好 大家蠻接近的嘛 來你有上完 記得 60 應該是大概說的吧 好 OK 來 那我問下一個問題 請問 羽魚在哪裡 有人有看到 羽魚在 在 左上角 好 待會兒我們去看一下 再來請問 左邊有一塊布是什麼顏色 有布嗎 在哪裡 好 我們回去看一下 魚在哪裡 對 在左上角 還有一隻 布頭的魚 布在哪裡 布 布也在左邊 白色藍色黃色的條紋 OK 好為什麼要做這個小小的無聊的遊戲 其實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 如果 如果 那是我們唯一問的問題 那 你就會只看到那個問題相對應的答案 OK 我很喜歡這句話 他是一個美國很有名的教育 語家 他講的 你看到我們剛剛很專心在算方框的時候 其實 就是 根本忘記 就是 有魚 也不會去注意到有不 這件事情 那 其實在座 這跟社會設計有什麼關係 其實 他就很像 我們 在找一群不同名譽的人 幫他們放在一起的時候 你知道 有時候專業 他會是 一個限制跟狂狂的思維 我們是設計師 所以我們看到的事情 就是設計師會看到的事情 我們問的問題 也就是設計師會問的問題 那當天我們把不同的人抓進來 有些人看到方框 有些人特別研究他的色彩 有些人很喜歡去數 他上面有幾個人 有些人在看整個whole picture 當不同領域的人 他一起看這幅畫的時候 他就會有不同的觀點 那也會讓整個社會的問題 或者說讓我們想要討論的那個議題 他有更多更全貌的一個被討論的機會 OK 那5%在做什麼 5%其實就是在 試著讓這群人 在分享他看到這麼多不一樣的東西的時候 不要打架 讓他們能夠有機會在不同的背景 跟不同的聲音底下 有很好的共創 因為你把一群跨靈略人放在一起 他不一定會很好的有一些產出 他比較有可能是分工 你做哪一部分 你做哪一部分 然後合在一起就好了 但我們不希望講 我們希望大家在一起的時候是共創 是他的想法 他的概念 他的創意 可以交錯融在一起 大家拉出一個共識 之後再去做分工 再去合力的把這個東西完成 所以在很多參加我們專案的夥伴 其實他比較好 當然也有一些不成功的例子 但至少我自己在帶的時候 我會盡量讓我們的跨領域的夥伴們 整組都很認同很喜歡 我們提出來的設計概念 而且即便他今天不會設計 他也可以為這個概念 去貢獻他的那一份例 他可以寫文案 他可以去抓出架構脈絡 他可以負責去聯繫溝通 落實的事情等等 所以每一個人他都可以使上一些力氣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Christian creating reality 我們永遠是在問什麼是對的問題 什麼是比較完整全貌的問題 好 所以你問問大家社會設計 你覺得一個好的社會設計 他應該要具備什麼樣的特色呢 好 我再解釋一下社會設計好了 有很多人問我說社會設計是什麼 我覺得很難回答這個問題 但我覺得每次就是用一個很模糊的方式 定義他就是用試著用設計的力量 去解決社會的問題 大家還滿意這個解釋嗎 OK 好 那你覺得如果是一個好的社會設計 他必須具備什麼樣的特色或者條件 隨便說 可以用公眾參與去創供這樣子 OK 好 公眾參與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 還有呢 共識 共識 OK 沒錯 拉出去共識 還有嗎 一個好的社會設計 不管他是產品 比如說那個用蜂蜜滾動 輕地雷跟輕地雷的一個很大的產品 或者是說他是一個大型的最乾淨 全球最乾淨最環保的音樂機 這也是一種不錯的社會設計 那你覺得不管是活動服務 產品 生態系 或是小到見面工具 都可以 你覺得好的一個社會設計 他要具備什麼特色 購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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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蠻有趣的 購錫金要有亮點 好 包容姓 包容姓 怎麼說 OK 很好的一個觀點 就是 因為是社會嘛 所以既然就講到社會 可能就發生惡識的法則 他可能會是解決 解決某一群大多數人的問題 會是痛點 至少是理想解決那群人 OK 有嗎 好的社會設計有什麼條件 大部分人要認同 大部分的人要認同 OK 好 所以要有共識 主內的共識也好 或是說外部 對於這間 這個是概念要有共識 很好 我覺得大家講的答案 其實都很棒 那我這邊簡單列了一下 我們再看一些不同的案例 比較常講到的幾個點 那當然就是可能前面 對社會有幫助啊 這些等等的 然後符合在地的需求 或說在地的人們 他們的使用習慣 他可以打動人 他會想到的 他會讓人覺得 哇 我很棒 然後覺得我需要這個東西 那這些都是 所以 其實5%就是 試著在讓更多更多的社會設計 或設計行動開始發生 所以我們是一個平台 那我們很鼓勵大家可以上 在我們的活動裡面 或說在你自己的組織裡面 比如說基金會或協會 你可以把你的問題帶來 然後我們來思考看看 怎麼幫你找到一群厲害的 副仇者聯紅 然後一起來打怪 OK 好 所以 今年 去年 今年 從去年開始申請 經過一年漫長的時間 我們也 最近剛拿到 Bithub的國際認證 大家有聽到過Bithub 他是一個國際的Benefit Cooperation 就是他是國際的一個類似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社會企業的國際認證 我幫我這樣講好不好 好像也不太好 好 基本上呢 他就是一個國際認證 他是去檢視你這家公司 或這個組織 是不是為社區好 為你的員工好 為環境或地球環保這個部分好 他有幾個不同的面向 那只要拿到這樣子的認證的組織 其實都 都算是 國際認可 在做良善事業的同事業 是可以自己活下去這樣 OK 好 那5%決定 我們 剛剛有稍微提過 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用5%的時間 用你的專業 來貢獻社會 所以不是鼓勵大家來淨壇 或是來付出你的陪伴 勞力這些 而是 就是希望每個人用你的專長 來想一想 我們怎麼為這個社會做一些事情 那比較多的部分 會是在前期的ideation的部分 那也有一些設計師 是跟我們一路 從很棒的概念 走到diffusion 到落實的階段 對 所以 我們看到的問題是 其實有很多複雜難解的社會問題 他是 他是企業不管 然後政府 無力NGO NPO成效有限的 那這些問題 他被擺在那邊 其實 NGO NPO很辛苦的 每年在 在勸募 每年在服務這些個案 但是成效真的非常非常有限 而且他們很累 就是 常常會遇到很多 社工跟我們說 就是有時候真的是快做不下去 對 因為整個NGO NPO裡面 你們想想 他有設計師嗎 其實很少 非營地組織裡面會有設計師嗎 很少有組織有設計師 他會有研究研發的經費嗎 更少 對 所以這些外部的開放式創新的外部的設計師們 對他們來講就是一個新的活水的注入 新的可能性 好 來 給大家一些小的案例 第一個部分是 我們做了 那個治癒力的桌遊 那這個東西很有趣 它是我們跟揚聲基金會合作 那揚聲基金會呢 他們本身是在服務高齡跟長輩的 那他們遇到一個很大的 其實算小問題啦 他遇到一個問題是 整個協會他在推動的是 治癒力3加1 也就是飲食運動習慣加人劑 那他覺得這個治癒力 自我療癒的能力是每一個長輩都有的 所以他想把這樣的觀念很好的推廣出去給他的 他的長輩或是長輩的家屬 但是卻發現他印了一本一本厚厚的書 一整冊喔 超精美的 然後送給家人 還免費自己出版送給長輩的家人 結果都沒有人要看 然後長輩好像也沒有 不太有辦法去記得他的這個3加1 到底是哪3加1啊 或是說到底運動怎麼樣的運動是比較好的 所以在健康出境這一塊他就卡住了 那我們找了設計師進來之後 其實就是跟他們其實是很簡單的去改善 這一個傳遞溝通的界面 所以一開始呢 設計師經過就是三個月的時間 他們先發展了一套叫做大神婆由台灣的一個左右 然後十幾個不同的那個牌卡跟小的元素在裡面 然後他想要正確的去讓長輩玩 覺得很開心玩的過程當中可以記錄跟學習 但是呢 我們逼他們趕快去跟基金會討論跟測試 所以那個執行長就很直接啊 他說他覺得這個是這個是放煙火 你看起來很華麗 但根本對長輩來講很不實用 沒有內容物太多了 所以這一絲很挫折 他們回去在這個時候好我回去看 然後就默默的回去把這個打掉 然後再重新想了一款遊戲 OK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社會設計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不是一直很開心的在學習 或是一直很開心的在腦力激盪 他也是有很多來來回回測試 Burl type of testing回饋的過程 所以最後呢 這是第三個版本的作用 那最後的作用 你會發現欸 變得非常的簡單 他其實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牌咖 一個是金幣 智慮率的金幣 那金幣就是 你如果打斷 你可以得到三個兩個 然後看最多的就贏這樣 那字很大 指令很清楚 圖案很可愛很彩色 所以完全是符合長輩在遊戲的時候的需求 那全民都可以玩 然後他有加入一些譬如說指令啊 就是那種比較有趣的 就是機會命運的那種感覺的卡 然後其他的部分就是四個不同的元素 那像運動的部分就會有說 那個現在請比出草菌物的知識 或說經濟獨立三秒鐘之類的 然後讓他去在這遊戲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有動有效 然後有人際上面的互動 所以這一套桌遊 老實說 在我們的整個C行動結束之後 又推了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 才疊代跟改版到現在定案的版本 那後面呢 就是在過程當中 經歷了十幾次的測試跟試玩的動作 然後後續從揚聲基金會跟我們跟新天樂寶 還有5%設計師 我們三張一起去出版這樣的東西 讓他量產商品化 那揚聲基金會 他也投了一批種子培訓的經費下來 所以現在在全台灣 兩千多個社區方法據點 都可以看到這一套桌遊 然後也非常多的忠實的老師 在帶這一套遊戲這樣子 所以這樣就 就有一些這樣的回饋 做聽器的人會受不了 因為笑聲太大聲了 等等的 其實就是一個很小的設計 你可能都會覺得 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在市面上 其實有很多類似的設計 但我覺得他了不起的地方是 他真的是有一群 就是跟各位一樣 平常都在上班的人 他們用他們私底下的時間 花了兩年半左右的時間 一起做出來的 我覺得真的是 應該給他們一個掌聲 非常厲害 好 所以在第一個案例裡面 其實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我們透過 Human Center Design 去找到場域 跟找到使用者 他的痛點 那社會設計 絕對不可能是 關在教室裡面討論的 因為你沒有走到社會 第一線真實的現場 你永遠不知道 他們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把 Human Center Design 帶到場域 這樣的概念 帶到場域去 然後用Vision Design 為這些組員 找到熱情跟共鳴 所以大家在 在你的 UX或UI的工作裡面 其實你也可以思考看看 你怎麼樣去做 願景的設計跟領導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很難 是一本藝術 但是很重要 就是你怎麼驅動你的 Team 驅動你的外部的合作單位 或是使用者 他們跟你一樣愛這個東西 愛這個產品 有人說 可能我也不太愛吧 那就另當別論了 假設你是在做一個 你覺得還不錯的 產品開發的時候 你來思考看看 Vision比賽 怎麼讓大家 我覺得大家兩個層次 一個層次是 你個人的Vision是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組織 或這個新的創新的概念 它的Vision是什麼 那能不能在其中 找到一些交疊的地方 對 應該是有機會 大家可以思考看看 好 來第二個小案例 台中設計實驗室 這個是我去年做完的一個 算少嗎 算大概三四百萬的一個案子 那它是台中市政府文化局 委託我們來執行的一個 台中市民共創工作坊 所以它的目標其實是 想要讓台中更多的市民 開始思考跟參與台中市的問題 跟創新解決的這件事 所以我們比較沒有把重心 放在後面的落實部分 但是我們比較 我們很在意整個過程當中 是不是很多人願意出來發聲 然後留下它的想法 跟把概念帶出來 所以大概 在招了一批三十幾 四十位的設計師 然後我們選了三個不同的場域 那包含了人心樂火園區 做時事證本日照的部分 然後有過老夢想一二五號 在義中街 有台中人嗎? 沒有 好,大家每天都在台北生活 他在義中街做那個 就是長輩的樂活的類似基地 然後也有賣一些長輩 他們自己手錄菜的餐點 那旁邊是盧伊萨這樣子 是蠻創新的一個模式 然後再來第三個場域是 就是那個彩虹眷村 彩虹村 他不能說 他叫我們別不能講彩虹眷村 然後最後採出六個概念 十篇以上的報導 因為辦了一個展覽跟記者會 所以讓五、六千個 台中市的視頻 來看到這樣的一個成果 所以台中設計實驗室 其實我們也是一樣 透過有系統的設計引導 讓在台中不同專業跟性格的人 可以一起進來共創 然後找到台中 共同創造台中的未來這樣 那所以裡面就有一些工程師 設計師、學生 其實學生也蠻多的 然後也有 一些不同的 就是奇奇怪怪的背景的 都市發展啊等等的 好 那他講一組的概念就好 因為我覺得這組的概念蠻特別的 就是他們 其中我們合作的一個夥伴團隊是 偽創 那他們有一次產品是在做 智慧的水護套 它是能夠計算你的喝水量 然後連動到你的APP 所以你今天如果喝水量都不夠 它就會散 然後你可以每天從APP 看到你的水量有多少這樣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看到他們 其實產品開發到一個階段 但是他其實發現他的產品 大部分都是文青或是年輕人喜歡 所以他發現說 其實這個產品 它是可以發生很大的社會影響力的 假如說他把這樣的水量計算的 好的工具 用在長輩跟長照上面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像時事證的長輩 他只要一缺乏水分 他的情緒就會有影響 他會變得很易怒 然後他會情緒不穩定等等 其實很多長輩是因為他水量不夠 所以他有連動產生心理的問題 或是其他的生理問題 所以我們就在思考說 那像這樣的一個團隊 我們怎麼跟人心 跟台中實驗室的設計師們 一起去做一個更好的產品開發跟推進 所以他們跟進到實際的第一線的照護現場 跟護理師一起去討論說 怎麼樣去解決他們自己喝水 而且這個喝水又是可以讓一個督導 可以同時看到不同很多個長輩喝水的狀況 這樣的一個問題 然後去試了一些不同的東西 比如說他們去讓長輩吃有咀嚼感的水凍 它其實就是一個果凍 但是你吃下去是有那種可以咬的感覺 對有些長輩會喜歡這樣 然後去設計很多的活動 去模仿一些飲水的動作 然後讓長輩不自覺的會想要去喝 好 我裡面有一個充電器 謝謝 好 所以他們就是盤點了一下 定問題的部分 就是想要解決的是 讓長輩可以願意喝水 然後我們可以更容易的去計算 它的飲水量 進而促使他們喝到足夠的水 所以一樣是進到場域的去觀察 去實際的設定一些要達成的測試的目標 然後進行這樣的產品教學示範 然後去建立短期可以即時溝通的管道 所以其實大家看到這些 我會特別挑了一個比較APP 或是比較跟UX 我覺得可能會有點關係的案例 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其實你會看到 其實你們的東西 有時候說不定轉一個彎 它也可以成為社會設計的產品 對 那我覺得很多的企業 其實他們也有他的社會使命 或是說也有在響應SDGs 會給司令會國的永續發展目標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其實都是可以思考看看的面向 那後來他們就把這樣的一個智慧水服套 他們去開發去針對高齡者的需求 去做了一個再精進跟再設計 那主要是把比較複雜的功能拿掉 然後去很好的發展出一整套 操作跟就是給督導 或是給志工大姐操作跟管理的一個手冊 所以其實像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它也是設計的一部分 其實不只是那個產品本身而已 OK 所以在不同的紀錄之後 就即時的去驗證 然後持續的去改善他的產品 這樣 所以其實蠻有趣 然後最後我們還請他們 其實不只這一組 我們其他的屋主也有一起 在台中的舊藏庫那邊做了大型的展覽 然後邀請副市長還有市長夫人一起來參觀 然後我們也開放一區 讓所有的市民來寫下他對台中的願景 還有你想對台中市長說的話 然後就有什麼拜託改善空屋 然後說台中要變成美麗都市等等 就是有很多很有趣的話在上面出現 我覺得是很棒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更棒的是台中市政府文化局 他們就請我們把這些意見收整起來給他們 他們整理之後會傳到上面給高層就是參考 所以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其實政府官員沒有像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古板 或說那麼不創新 其實他們也有很多是很有心想要去做事情的 那有一些工作坊的回饋 其實大部分是跟我們說 其實讓非設計背景的也能一起玩設計 我又看到這裡就覺得還蠻感動的這樣 就是讓設計變得很貼近人 貼近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這樣 好 所以其實人才是我們做的最好的設計 社會設計是什麼 社會設計就是我們在設計人 好啦 最後一個小的案例 我還剩多少時間 我看一下時間 我怕講太久 我還有一個小時 我還有一個小時 怎麼那麼好 不是全部才40分鐘嗎 其實只有你當講者 就是你媽媽講 OK 好 是 做命做命 OK 好 那跟大家分享就是在社會設計上面 第三個小小的案例 我覺得這個部分也許跟大家的未來 會很有很有關係 來 在座有 以及有小孩就可以舉個手嗎 OK 好 謝謝 來 然後在座你有照顧爸爸媽媽的需求的 或是家裡的不變者 就是身上的兄弟姊妹啊 或等等的 有嗎 OK 好 謝謝你 很勇敢 對 其實我也有 我爸是那個帕金生虛症 早發信了 所以就是 其實也是 選一顆星在哪 你應該懂 對 就是 三個女人都在台北工作 然後爸爸媽媽在南投 但就是 主要照顧者很辛苦 那 也很擔心爸爸的狀況 但這種 這種病症也是不膩的狀況 所以 其實還是會有一些親密準備 要回去照顧 或說要有一些彈性跟適應的部分 所以 就是 在做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就永遠有感覺 就是 台灣在喊長照 在喊家庭友善 或是在喊友善職場 其實很多年了 但是 政府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方案 卻很少人真的搞得清楚他到底在幹嘛 對吧 也很少有企業去重視 我們在職場當中 誰是家庭照顧者 誰是 可能要帶小孩的 還稍微知道一下哪一個副理啊 最近生小孩什麼 帶小孩還稍微知道 但是 要照顧長輩的這群人 其實在公司裡面 就像隱形的照顧隱形的人一樣 他不敢把他的這個事情說出來 因為他可能一說出來 大家就會想說 那你會不會影響工作啊 你要這樣長請假可以嗎 對 真的 就是其實那種 經理壓力這蠻大的 所以我們辦這樣的一個設計行動 一些主要 我覺得蠻大的初衷是希望大家開始正視 你在公司當中 你的員工夥伴裡面 誰正在經歷這一段照顧 邊照顧邊上班的歷程 其實這群人是只需要公司專關注 也需要大家的體諒的 OK 好 所以大概我們分這兩種人 就是照顧小孩跟照顧長輩這樣 然後我們去 所以剛剛說服務接觸點 雕串起來變成顧客旅程嘛 所以當然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先把他們的旅程先拉出來這樣 所以他可能是從婚姻懷孕上學 上幼稚園上小學 然後從照顧長輩的部分 可能是從從次起到發生事情的慌亂期 新手照顧期 然後照顧穩定期 到最後長輩可能離開 或者是轉到20小時的照顧機構 變成照顧畢業的這樣子 OK 所以去盤點了 在這樣子的議題當中 到底企業面臨的挑戰是什麼 老實說照顧離職 這件事情對企業是最傷的 因為你通常 你看喔通常很多的員工 跟了你10年20年 通常到五六十歲這個年紀 大概就是他要照顧八九十歲長輩的時候 所以當這群中階或高階的幹部 離開公司 因為要照顧多拉媽離開公司的時候 對整個企業的影響是很大的 那當然生小孩也是啦 三十幾歲 這一群也是主力的夥伴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在提倡 就是照顧不離職 那怎麼樣讓高齡少子 導致我們的員工的重擔更大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讓企業可以出得上一點力 然後讓他可以幫助他們 這是我們在看的事情 好 OK 好 所以我們就在2018年的春天 很不要命的發起了一個 三個城市的設計行動 為什麼很不要命 因為快把自己搞死了 我們同時在上海 然後香港跟新北 就是在板橋這邊 把三個城市一起 各發起了一場 就是大型的設計行動 每一場是三個月的事件 然後最後三個城市巡迴發表 因為我們想要去測試 或是想要去想想看的事情是 會不會其實有一些社會問題 他是跨文化跨地獄的 大家都有共同的問題 但是他又在同樣的社會脈絡 或是同樣的問題上面 他可能有在地自己 已經滿不錯的解決方案 或是創新的解法 是別的城市可以接近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做了 大概募集了個 將近一百位的專業人士 來一起討論 那在這裡面其實 這一次的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我們真的有 有把媽媽爸爸 然後有一些是照顧離 因為照顧離開職場 十幾二十年的那種 就說我要回去回不去啊 那種的 然後還有把家庭照顧者 尤其是男性的家庭照顧者 因為通常這群人 他的聲音是沒有被看見 沒有被聽見的 把他們一起放到工作坊裡面 所以他們就是他自己就是設計師 他自己就是設計師 然後我們一起讓大家去思考 去盤點 先做一些這個東西 這個議題的研究跟主要的盤點 去盤點像這張是盤點什麼 盤點照顧長輩 他的支持聯盟有誰 有一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我覺得照顧很無力 我覺得我孤軍奮戰 但其實他看到這張 他就會發現其實還有很多外部的資源 還有很多他可能沒有想過的人 他可以去尋求幫助 他可以去讓自己有喘息的空間 那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資訊本身的整理 就已經是一個很不錯的設計 然後支持孩子的部分 所以可能我們知道的大概就是親屬啊 或是那個保母啊這種的 然後你會發現其實還有更多 包含一些不同的平台 育兒平台 包含社區當中的一些機構 對等等 覺得蠻有趣的 好 好 好的設計 其實我覺得 偶爾就是回到人為中心 去 有辦法去同理 這樣的一個人 他的需要是什麼 去盤點他的痛點 然後去把你的心聲讓他被盤見 不好意思 你是有點簡體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中國分享這樣 那不過應該還看得懂啊 就是很多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在整個工作坊結束之後 請大家就是每一個人都寫 你覺得你想要跟誰說什麼話這樣 然後我覺得有一些很好笑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說他就跟親愛的老闆說 老闆 呃 員工好客好 公司才會好 員工的價值是腦 這樣 好 然後親愛的台灣人 友善子場真的很重要 希望就業環境越來越好等等 那也有一些跟政府的喊話 那因為我們這一場的工作坊裡面 在新北的部分是跟新北的社會局 跟新北勞工局有做合作 所以 其實 像社會局的局長 他也有在工作坊的部分來參加跟支持 甚至經道組內跟伙伴們分享 所以其實這些的聲音是慢慢的有被他們聽到 好 那做完這個一百多個人三四個月瘋狂的設計行動之後呢 我們做了什麼事呢 其實 5%也沒有很穩大 因為我們也才七個員工 人少少然後要做好多事情 所以我們就先挑了一個我們覺得值得一做 然後小小有影響力的事情來做 也就是我們做了一個家庭友善職場的工具包 那這個工具包是否人資跟企業主 那他要解決的問題是 我現在企業想要找怎麼樣更友善的對待家庭照顧的員工的方式 他的資訊非常的分散 你可能只能在網路上看到一些偶爾看到一些新聞 然後104提供什麼非常完善的哺乳室啊等等的員工福利測試 然後來的企業他在企業當中成立了拖勞中心等等 就是你會看到靈心的東西 但是到底怎麼做不知道 到底誰在做做什麼事情 然後他可以怎麼做 其實沒有人去整合這些資訊 所以我們把這套工具包先設計出來 讓他有點像是一個寶典 我們先讓老闆跟企業可以透過照顧者的歷程 知道他每一個階段的痛點是什麼 然後他有一套牌卡可以去 上面是10個最棒的家庭友善的 幫助照顧小跟照顧老的10個最友善的措施的方向 比如說給彈性工作地點 這不錯吧 我也蠻想要的 然後彈性的一個工作時間 或者說確實給予家庭照顧價等等的 OK好 所以這些人是我們的Kagi User 給企業的 主要是給企業老 那當然他對你本身是照顧者的人 也非常使用 因為他就是一個很好的支援手冊這樣 好 所以我們設計 我覺得設計師厲害的地方 就是我們可以把一件很複雜的事情 讓他比較簡單的被理解 所以像在這個裡面呢 其實他的政策也好 或是企業的做法包山包海 那我們大概就簡單的把它分成兩種 一種就是企業的基本措施 另外一種是創意友善措施 企業的基本支持就是你不做會違法的 OK 所以我們去盤點了勞基法 盤點了家庭照顧的一些上官的法條 去看企業一定要做什麼 OK 那就是你的基本權益 然後友善措施就是更多的企業福利 然後左邊這邊就是他的面向 制度、硬體跟文化 大概有幾個不同的面向來看 企業能夠幫助的地方有哪些 所以工具房裡面 我就不講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等一下可以下載一下 他是免費的 對 因為我們想要推廣這個東西 所以大概有不同的session 在把這件事情講得很完整 那其中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東西 是就是我們把使用者的旅程拉出來 然後去盤點他的痛點 在一個階段的痛點 對應到職場的基本支持 跟創意措施有哪些 譬如說 他覺得他目前的工作不適合懷孕 可能會對寶寶造成傷害 那他就可以 他其實在勞基法裡面就有違定 他可以有權利去跟雇主去協調工作的性質 比如說有些是比較危險的工作 他可能需要久站 或是說會接觸到一些火 或是比較尖銳的東西 那他可以去協調 在這一段時間 他想要換不同的工作類型 對 類型像這樣 那又還有很多 那我覺得把這個東西整理起來 然後他每一個這邊的 比如說 7之1 7之2 他就可以對應到後面去看他的 詳細說明跟好的創新案例 就蠻完整的變成一個索引包這樣 那我們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掃描下載一下 那建議用電腦 因為他是一個很複雜的保護點 對 用電腦開戶比較清楚 那我們在那個 今年也跟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繼續把這一包往下佐 所以接下來的改版 會納入在台灣做家庭友善職場 因為勞工局是管所有企業 所以他在家庭友善職場這一塊 你向對應的措施 所以是整個新北市政府 底下包含社會局 多老人 然後包含衛生局 等等 不同的舉處 他們可以在這一件事情上面 多少幫助都把它整理起來 對 怎麼了 沒辦法上 喔 好 sorry 我回去檢查一下 我再用給大家 好 所以 其實你就會發現 我剛剛分享的幾個案例啊 好像 沒有可能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 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厲害 或是很有創意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這是社會設計 他的魅力吧 就是他很樸實 但是我們是堅持在做小小 但是真的有一點點小影響力的事情 對 我不希望 其實很多時候是 他可以做得很漂亮 他也可以做得很華麗 但是他不一定真的有幫助 那我們盡量讓這件事情不要發生這樣 所以我們很傻 但是很紮實 然後 設計成功的關鍵是什麼 是深深的設計研究 跟趕快 快快的去行動 對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事 所以社會設計 就是在試著解決社會的問題 為這個社會的更多人 有一些沒有人注意到的人 去為他們創造價值 好 所以 把我們在抱怨 或是在憂心的時間 其實 其實可以試著拿來 用更名言更有趣的方式去回饋社會 那也許台灣就會不一樣 對 讓我們 你知道大家批判性都不高的 但如果你把這段時間拿來做設計的話 也許會真的不一樣 會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發生 對 好 來 再來 大家有興趣繼續往下聽兩個設計嗎 如果你只想聽社會設計的 你可以現在默默離開 沒有關係 對 但我其實個人的興趣 更多在怎麼把設計用在自我探索 或者說用在你自己的自愛規劃 然後用在你跟重要他人的溝通上面 所以我特別偷偷小小心的 把這兩個部分放進來 想說也跟大家分享 希望有一點點小的收穫這樣 好 問一下大家 你上一次花一個下午 或是花一段時間 然後為自己營造一個很舒服的環境 泡上一杯熱茶 點上一個蠟燭 然後可以開始寫日記也好 或是用任何的方式跟自己對話 是什麼時候呢 跟自己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緒 整理一下自己的狀態 然後規劃一下自己的未來 有這個時間嗎 有這個時候嗎 有 大哥什麼時候 上一次 昨天吧 昨天 非常好 其實我也是前兩天也在做這件事情 我沒事就會做一下 因為我很喜歡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自我對話 跟反思沉澱的時間 其實對每個人來講是蠻必要的 那有一個時間過後 就回來做一件這樣的事情是很好的 因為我們平常的生活 其實你會不知不覺的發現 你會開啟一種導航模式 就是好像你就是這種習慣這樣做 但是你的心沒有在這裡 很容易會這樣 因為我們的大腦就是這樣 他會自動的每天要做太多決策 太多選擇了 所以用一些直覺或者說習慣性的模式 對你來講是比較輕鬆的方式 但當我們有意識的去開始跟自己對話 去問問自己一些重要的問題的時候 你其實會發現很多的答案是在你的心裡面的 然後很多的感覺 很多的這種需求 或是你的一種不安定的東西 其實它是被你平常忙碌的生活 或是線性的生活壓下來 沒有被看到的 但是當你有機會讓它出來的時候 它會嚇你一跳 所以你可以問一下自己這些問題 我最喜歡的是會讓我快樂的20件試試什麼 我就發現有些人覺得好難寫喔 他說我怎麼辦我寫不到20件 我說沒關係啦19件也可以 你可以回去挑一題來玩玩看 我覺得蠻有趣的 好那我是一個在大宅裡面出生的人 所以我很喜歡就是在自然當中梳醒 我之前住在蟬除山有人去過嗎 在那個寶藏岩寶藏岩有去過嗎 寶藏岩的鞋在面 它長得很像謝謝 它長得很像 它就是一群就是山中的有微眷 然後也有那個眷層這樣 然後我是住在蟬除山的後山 所以那邊全部都是租屋的地方 那蟬除山呢 它就是一個你平常要走七層樓高以上 才會到達的一個家 而且是走山路 晚上很暗還會踩到蝸牛 然後那個三月份的時候還有陰火蟲跑出來這樣 然後每天都被五色鳥的聲音這樣喚醒 然後就覺得很累 但是還蠻開心的一個居住的環境這樣 然後一下來就是公館 所以也是很方便 好 那在那邊就是 就是 就是因為交通太不方便 所以我很常的事情都待在家裡 然後就開始想說 那反正都是在設計別人 那能不能設計自己一下 所以就用設計的一些方法來研製我對話 那我覺得這幾年的工作裡面其實緊張心創非常的累 而且有非常多的挫折 尤其我是我們公司001編號001的員工 也就是連我們發起源自己都還沒有出來做的時候 我就先進來做全職的員工 所以很多很多 掙扎或是說很多在這個部分的焦慮 然後不安定的感覺 或是說對自己的一些期許的這些東西 其實是要怎麼樣去面對 這個是我覺得這幾年 罵罵我在思考跟成長的地方 那我覺得人生設計呢 其實它就是向內跟自己產生連結的一種方式 所以我們其實試著也是在釐清自己 到底你的問題是什麼 因為我們做設計嘛 設計就是你要看到真實的問題 你才有辦法去解決 那對我來講 我覺得大概人的部分可以分成這三個層次 就是你有很 其實也不是我發明的 就是我看了很多心理學書 他告訴我的這樣 然後我就最簡單的理解就是這樣 就我們現在在意識層 我是誰 就是你的意識層是 你覺得你是怎麼樣的人 但當我們在做夢的時候 或是你的意識比較鬆懈被催眠的時候 你其實下面有一個大的冰山 就是你的潛意識 它會在這個時候冒出來 譬如說你有時候做夢夢到 你可能被誰追殺 或是說有出現什麼事 它可能就是代表你某個程度上 對於一件事情 它有一個焦慮感 或是說它有不安感 在這個部分 OK 所以意識相比潛意識 那情緒呢 情緒其實也很有趣 大家會說 哇我覺得很生氣 我覺得我現在很難過 我覺得很想哭 對 這些情緒其實 以前我會被情緒牽著走 會在情緒的時候做出一些很直覺 可能比較不理性的一些行動跟反應 然後事後很後悔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這樣 但其實現在我慢慢把它變成情緒 把它變成它就像你的天氣狀況一樣 它就像今天飄來一片霧原 哪一天心情很好的時候是一個大太陽 我把它變成這樣想像之後 我就發現我比較可以讓我的情緒 試著讓我的情緒過去 然後我再來回來就是看這件事情 它到底本來的樣子是什麼 所以蠻喜歡把情緒變成天氣狀態的這個感受 這樣的比喻 對 我覺得那種let it go 是很重要的 好 說了這麼多到底設計怎麼用 好 就是做很簡單的事情 大家應該在UX或是你們公司 在工作的時候有用過便利貼吧 有很常用 好 來下次在你家自己玩一下 用便利貼盤點你自己 那你可以先做這個練習 就是你的人生關鍵字是什麼 你可以brainstorming的法則 不要批評 說不要批評自己 然後越多越好 你可以先盤點一堆人生關鍵字 然後再從中去grouping 或是挑選出 你覺得最能夠代表你的人生關鍵字 然後呢 視覺化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可以把它貼在你每天看得到的地方 告訴自己 對這就是我想要成為的那個人 我希望大家想到社會設計 我希望大家想到溫暖跟愛 可以想到燕子 你的代名詞 OK 或者是說你可以很認真的把你的牆布置起來 然後你看我很邪惡的把它放在門的後面 因為只要有朋友來呢 我就把門打開 那邊還有個殺窗 門打開他就看不到了這樣 但是你平常又可以自己去欣賞一下這樣 OK 好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方法 很多的工具是你可以應用到你的人生設計上的 有聽過POV嗎 設計觀點 OK 我簡單介紹一下 它是一個服務設計裡面常用的工具 叫Point of View 那它其實結構很簡單 它就是在看一個社會問題裡面的三件事 第一個是誰 人 第二個需要什麼 第三個 他的痛點 他這個需要 之所以現在沒辦法被滿足的原因 OK 所以其實你想喔 我看到一個萬食族 然後他需要一個更健康 而且能夠持續的運動跟飲食計畫 那他現在沒辦法滿足的原因 是因為他常常工作太忙壓力很大 導致他就會亂死 好 這可能是我用社會設計的方法去盤點的POV 那你也可以把這個東西很誠實的用在自己身上 好 去寫下 你是誰 我覺得我是一個怎麼樣怎麼樣的一個人 然後我現在的需求是什麼 所以 當你開始問自己你需要什麼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 你可能根本沒有問過自己需要什麼 需要錢 對 那有沒有更多的 深層一點的需求 我需要更好的POP 拿走水壺的這個魄力 我需要舞台 我需要被看見 這些都是你的需要 然後為什麼這個需要現在沒辦法被滿足 也就是你可能 你的慣性或是你的那個缺點 會在這時候浮現 那你就要很誠實的把它寫下來 因為我還是害怕失敗 或是因為我覺得每次應該要做重要事情的時候 我都打開韓劇來看 對 像這樣 就會再逃避 所以就可以做一個這樣的盤點 所以 慢慢的你會有一個結構去梳理你自己的思考跟想法 那讓視覺化自己讓自己被包圍 所以你可以做人生清單貼上來 事前要做的二十件事是什麼 或是把你要收集的東西放上來 比如說我很喜歡領導 所以我在收集領導 有差期的就是有去過的這樣 然後現在只剩那個東影跟那個釣魚台獵魚 還沒去過 我就想說要找時間去一下這樣 好 然後 對 前兩天剛好跟大哥一樣 前兩天也在思考自己的人生關鍵 人生的skill吧 就是skill state 對 其實它上線也很簡單 就是 十字兩標都有做過嘛 產品行銷分析都會有這張圖 所以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專長放上去 然後橫軸就是你尚未專精 正在學習當中的 然後 最這邊是被認可 一定是專業的 那種軸呢 就是你想要到 其實還好 就是有興趣這樣 最想最想要的放上面 比較還好的放下面這樣 OK 所以你就可以去盤點 怎麼樣讓你的工作 你的人生都是最想要 而且是你的專業度也不錯的這一塊 然後怎麼樣經濟 還沒有專業 但是你很想要的那個部分 OK 然後就貼一張在旁邊 提醒自己 人生很長啦 不要這麼急 OK 不要焦急 總是可以出得到的囉 OK 然後自我鼓勵也是一種方式 好 然後這個就是小東西 就是 有時候也可以畫畫 還有寫一下 我是畫 大概兩公分乘兩公分的少的 一天一格心情日記 然後寫四句話放上去這樣 就還蠻有趣的 但當你把它全部收集起來 你就會發現 突然發現 就是你的人生其實也是蠻豐富跟多彩的 沒有那麼無聊 對 好 OK 就像這樣 那推薦兩個小工具 給大家 用一個是 The Wheel of Life 它其實是很好去檢視你現在生活滿意度的工具 因為 Life Design呢 就是 除了我那個自己在玩編地鐵的那個部分之外 其實它是 它是正式的有從美國Sample他們的D School 他們有一個學教授在教Life Design 那它是一個一學習的課程 是教Sample的大學生 從你帶一進來你就要去規劃你的Sample 四年的時間你要怎麼過 OK 所以很有趣 那他們發展了一套工具或方法 那有非常的多 如果大家有興趣你可以去找一本書 叫做做自己的生命設計師 應該有人有看過 蠻紅的一本書 很多人就是找了一個讀書會來玩這本書的內容 那 我們自己也有一個 就我跟一些朋友私底下有成立一個Life Design的Coach Team 那我們會去接一些短期的小的人生設計的工作坊 像去陽光基金會做八線城堡 那他們的商友他的一個夢想計畫的帶領等等 然後也有跑大學跟跑高中 所以我覺得Life Design這一塊它慢慢會變成現在年輕人或是學生的一個蠻重要的整理 或是開創它未來的一個工具 那我自己覺得很實用 那也蠻有趣的 好所以The Feel of Life就是你的人生的幾個面向 工作金錢 然後在靈性 在你的愛跟partner等等 不同的面向 你現在的滿意度一分到十分 所以你就有自己的一個雷達圖 那你可以把雷達就是分數最低的那幾個領域寫出來寫一下 為什麼這個地方這個區域滿意度最低 還有你可以馬上做的兩件事情是什麼 OK always without action Design action 好 第二本是Odyssey Point Out Design計畫 它是我最愛的一個Love Design的工具 它其實概念也非常簡單 就是大家有想過你五年後要做什麼嗎 它就是叫你畫三個版本你的五年後 而且要三個版本喔 而且這三個版本都是你最理想的版本 不能你只喜歡第一個第二第三版本是將就不行 你要三個都是最愛的 但這三個有點差別 第一個就是你最直覺的 零年就是現在一二三四五 零年到我第五年你覺得你在 比如說你在工作上會怎麼走 然後你在家庭上會怎麼樣 第三年結婚第四年生小孩幹嘛 都可以畫在這張上面 那好順便把儀標版說完 儀標版的話就是你要完成這個計畫 你覺得你有多少的resource 多少資源可以做到 你的喜歡程度越喜歡越高這樣 然後你有多少自信 你有多你跟你的人生 或跟你認識的自己 它的連結有多大 對好 然後六個字的title 還有你覺得你在發展這個計畫的時候 會遇到的問題跟困難 大家就這樣 好其實蠻簡單的 那好我要講第二張跟第三張 如果有興趣可以去下載一下 第一張是你最直覺你的五年後的計畫 會長什麼 你的五年計畫會長什麼樣子 那第二張呢是請大家寫下 你第一個計畫完全心不通的時候 你的第二個版本最理想的計畫是什麼 比如說今天你的理想計畫是我要運動員 他要怎麼樣拿到國際賽 要奧運冠軍等等 那今天不然有一天他腳受傷 或是怎麼樣了 其實人生有很多的意外 也說不準 所以你的第二個最理想的版本是什麼 好第二張 那第三張呢是如果今天你沒有任何的限制 或是沒有任何的就是要應付要付的責任 這個時候你最理想的五年後的版本是什麼 OK 好大家可以回去思考跟做這個練習 我覺得還蠻受用的對我來講 尤其是剛工作幾年的時候 我們去思考這塊事情的時候 會讓我們感覺重新燃起這工作熱誠 OK 好 好 那就是在Live Design的最後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很喜歡的一個詞 叫做Creative Complete 他其實在講的事情是有創意的爭吵 只是班是這樣 但他在講的事情就是 其實我們不要害怕去有一些衝突 不管在社會設計 或是在你跟自己對話的過程當中 那個衝突感其實常常是有的 那我們要去允許創意的衝突 這件事情的發生 讓很多就是正面的情緒 正面的可能性跟負面的情緒 這兩塊的東西 他都有可能在這個共創的歷程當中 設計的歷程當中出現 那我們可以試著去擁抱混亂 試著去擁抱你的教育緊張挫折這些東西 所以我沒有說人生設計的過程是很 一直很開心或很快樂 有時候我可能整理整理到自己都哭了起來 都是還蠻有可能的 但是你做完這樣的一個設計之後 你會覺得某個程度上面 我會覺得有一種透徹的感覺 有一種空氣感 你會覺得好像原本很雜亂在你腦袋中的東西 突然視覺化有架構化 然後變得比較清晰了 所以比較有辦法去驅動你去做下一個行動 好 所以在人生設計的部分 我們其實就是在為自己解決問題 就是在為自己創造更多的價值 那視覺化自我 你值得擁有一面牆 所以今天晚上回去不妨就來看一下 打亮一下你的書房 看一下哪一面牆不錯 把它佈置成你的Life Design World 好啦 最後一個小小的par 還有時間嗎 OK 好 來 溝通設計 我覺得這一塊其實是最難的 我真的覺得最難 但是我覺得大家可以試試看 既然我們都設計師了對不對 很會帶領嗎 對 有聽過facilitator的句說嗎 引導師 引導或coach OK 好 所以引導跟coach 大概就是在做 不管是使用者的研究或是共創的時候 會有一個角色 他很熟悉設計的流程 然後他很懂得才能關設 知道可以怎麼樣去當成一個 很好的轉譯者或是一個橋樑 去讓整個共創的過程 每一個人的意見可以被充分的聆聽 然後讓這個共創的過程是很開心的 對 所以引導師的角色 大概做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把它用在跟重要他人的溝通設計上面 也非常的重要 OK 可以試試看 這個是我跟我老公 在去年12月31號的時候 做的一個小小的共創 討論什麼呢 討論我們未來五年理想生活是什麼 因為要結婚了嘛 人生要一起走到老 其實有很多事情要討論 但是你可能平常都沒有什麼時間 討論到這麼深層的話題 所以不如我們就用一個共創來討論吧 所以我希望他的 他希望你來個寶寶 我也希望你來個寶寶 然後感恩快樂 什麼不會不會 然後grouping一下 好我們大概這幾個是 我們未來理想生活的重點 然後呢 理想的婚禮大概有什麼條件 然後一寫出來就發現 那個不好意思講我這樣話 這怎麼那麼差異那麼大這樣 然後他說他想要那種海鮮餐廳 一桌一桌Local一點的 然後我說我要花園婚禮 那怎麼辦 然後要怎麼辦 這樣辦在哪裡 然後去哪裡蜜月 這些都要討論嘛 所以我們後來就決定 找一家是外面是有一個小的莊園 可以辦正婚 然後裡面啦 進去可以吃海鮮的這種 然後就OK結束這樣 所以他剛好玩的 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覺得很快的聚焦 然後你可以在很短的時間 大概半個小時裡面 就討論出這個東西 他的各個面向 而且兩個人的意見 都可以被很好充分的被溝通這樣 好然後當然你如果現在 還沒有要論結婚嫁 你可以就是跟男朋友女朋友 或是跟你的妹妹或是室友 一起做這個練習 就是討論一下你今年做的 特別好的地方 跟我很快要進到2020的 你2020年你必勝的東西是什麼 你想要做什麼事情這樣 然後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先有一 round的討論 其實什麼東西都可以討論啦 只要你覺得它是一個對的問題 設計師要被問問題嗎 你覺得它是一個對的問題就可以討論 好來要分享一個更難更難的 就是怎麼跟爸爸媽媽討論 有一天我在台中 我們就剛做完台東時間室的案子 我在台中的國際論壇 設計國際社會設計論壇分享 然後我在演講結束之後 就收到我爸傳來一個簡訊 他就跟我說 他說 燕儒阿媽媽已經三天沒有做飯給我吃了 妳看這樣對嗎 他說 然後 然後 吵架了怎麼辦 然後 我就好沒辦法還是要回去一下 所以我就回去跟我爸媽就是 就是居中協調了一下 然後就發現我坐在那邊看電視 一個坐我右邊 一個坐我左邊 然後兩個人都不跟對方講話 也不看對方這樣 然後就是反正吵架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爸他身體不太好 所以他就希望媽媽留在家裡照顧他 但是我媽就是那種獨立性女性 他很喜歡去外面跟朋友 談古增啊 喝茶聊天這樣 他覺得他也要有他自己的生活這樣 然後兩個人就吵架了這樣 所以我們就說 我就說好 我就跟他分享一下工作房的東西 然後照片什麼 那不然我們來試試看吧 也來玩一下工作吧 這樣有點尷尬 但是就是還是比他們 就是一個人拿一張便利貼 然後開始畫一下 就是你右邊那個人的臉這樣 然後我就畫了 對看那個 燕燕是我爸畫的我 然後旁邊是我媽 對 旁邊是我媽畫的 然後就是我畫的我媽這樣 然後就請大家把名字寫上去 然後我第一次知道 原來我媽的英文名字叫做 A吧 是E吧還A吧 好反正就是他取了一個 我二十幾年都沒有聽過名字 好 然後就是暖身完之後 就開始帶他們去想說 好 那好現在工作房的唯一守則 就是不要批評 對其實對方來講 不要太多規則 就跟他們說 等一下呢在討論過程當中 最重要就是不可以批評對方喔 然後我們就開始去 我就帶大家做 就帶他們做兩個小的問題 這樣一個是 我請爸爸跟媽媽寫下 你覺得你現在需要什麼 你的需求是什麼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些像我媽去寫 她需要一點自由 我爸寫 生病了急需家人照顧等等 就是他們會有一些 自己內心的需求去說出來 然後我們就聊到說 那我們要我們家五個人 那我們去寫下自己三件 會讓自己快樂的事 因為我們在討論需求的過程的時候 發現其實大家其實也是希望 不要造成對方的麻煩 大家其實也是希望 他愛的家人可以更快樂 活得更好 但是我們好像沒有很知道 大家怎麼樣會快樂 好像就是比較沒有做這樣子的討論 所以我們就把它列出來這樣 然後就大家就說 那我們要盡量可以讓他們 去做他們快樂的事情 對 然後一起討論 大家覺得理想的家庭生活裡面 要有什麼東西 我媽寫一個很好笑的 我媽說理想的家庭生活 老爸心情開朗 草巴標 還給他一個驚嘆話 就都可以這樣 但是就是還蠻有趣的 然後讚美多餘批評這樣 然後我們就把它grouping一下 所以其實大概就有一些共識 就是我們都希望我們未來的 宏家是充滿幸福感的 是很健康的 然後是對女兒的期望 是女兒可以離家近一點這樣 然後分擔家務啊 坦誠傾聽傾聽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東西 貼在我們家的那個客廳的門上面 那其實蠻好的 就是講一講講一講之後 我們歸納出三個行動方案 就是他們就比較 因為有開始對話吧 然後又有這樣的護照 所以比較沒有在吵就和好了這樣 然後我們規劃出後來三個行動方案 就是第一個是我們要就是申請那個居家服務 傳奇服務讓媽媽這樣負負擔不要太重 所以後來有找一個傳奇的阿姨來 然後也有 後來現在是請每個費用來幫幫 那第二個就是 三個女兒要輪流排班回家 因為我們希望讓他們每個週末 都可以看得到女兒有一些互動 然後第三個是我們要就是 就是你有約定好說有事情會有困難 就要坦誠的說不要互相隱瞞這樣 就是因為很常爸爸媽媽會不想讓我們遲到 但我們就覺得很多視頻事 其實是可以一起承擔的 因為我們是家人 OK好 所以我覺得用這樣子的一個 蠻有趣的工作坊 其實去溝通跟重要他人溝通了很多 平常你說不出口的話 或是說去讓一件事情很快速的 有拉出一些共識來 我覺得這個能量是還蠻大的很感人 所以其實任何的設計 對我的而言其實他都是在做行為的設計 一個很棒的behavioral design 讓他開始從了解到實行到行動 而且這個行動可能還要持續下去 那這個歷程其實最困難的就是開始 理解都很簡單 那最困難就是開始 那我覺得用共創或是用設計的 這一種便利貼的方法 其實是一個很好 讓大家熟練共識 跟開始啟動的一個界面 OK好 所以解決 communication design裡面 講到的是我們試著去解決 跟重要他人溝通 對這個部分的溝通的問題 然後去創造在對話上面 有共鳴有共識的一些新的價值 好 所以成為不批評視覺化溝通的這樣子的一個溝通模式 來試試看為幸福的生活採取行動 好 大概今天的分享會到這兒 那想要最後一句話送給大家 我覺得設計對我而言除了解決問題 創造價值之外 其實他也是讓一件事情對別人有意義 然後設計是愛 而愛需要行動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現在就是那個 問答時間 所以大家可以 大家一定有很多想法 然後想要跟葉子討論 那 可能有問題想要問嗎 可不可以叫Life Design的雷達圖 Life Design嗎 哪一個部分 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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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請問一下 各個音質的相關性 有錯過正規化了嗎 正規化 就是他們的相關性 擺在旁邊 雷達圖最常出現的就是 擺在旁邊 可是兩個其實沒有很高的關聯度 那就會造成整個雷達圖解答錯誤 了解 謝謝 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專業的問題 雷達圖 老實說 他是一個學者 他研究出來的 所以他算是有學術理論的根據 但是 我沒有去研究他在這個部分相關性的問題 對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查一下這篇論文 他是一篇論文 去做新度跟效度的分析出來之後的一個工具 所以 可能有可能沒有 但我自己覺得他本身的 我是比較在意實用度的部分 我覺得他本身就是 對我來講是一個 做出來是有感覺跟實用的工具這樣子 對 因為他畫出來會有一個T2圖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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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T2的話如果兩個相關 沒有很高的相關性的話 就會造成決策錯誤 理解 那我在做的時候啊 我倒不是去看他的就是隔壁的相關聯 對我來講我是透過這個東西去檢視去發現我的生活哪一個部分是比較不滿意的 所以我是看類別 他就算今天所有的那個雷達的就是錯開或是重新做一個組合 其實對我來講我還是一樣的發現 因為我就發現我在那個community這一塊當時比較低 然後我在萬天也反內斯這一塊因為我財務都亂管 錢都不太會管 所以我這一塊也很低這樣 然後我就發現說這兩塊應該是我要改善的一個地方 所以就做了一些措施跟做了一些行動這樣 那我覺得幫助比較大的是 禮清現況的滿意度的這件事情這樣 如果是這樣通常會用柱狀圖 因為如果我們改成雷達圖章就一定要幫你建設 是 了解 好很專業 那我們可以回去再研究一下這個圖 它的背後到底發展的時候它的理論跟它的健全度這樣 謝謝大哥 好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知道在跟重要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之間一起做後創的時候 要做什麼事情讓他們進入這樣的經濟嗎 喔 OK 好 蠻好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要做共創的時候最重要的事情是開始 就是那個氣氛先營造起來其實就還蠻開心的 所以為什麼剛剛我會先請我爸媽就是互相畫一下對方的臉 因為我覺得動手跟玩開心可以不放這件事情是讓大家放鬆的一個很大的關鍵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也想要跟你的重要家人做一些共創 尤其你們要討論的議題是稍微比較深或是比較嚴肅的議題的時候 其實還蠻建議先帶一個小的破冰遊戲這樣 那破冰遊戲有很多種就是可以選幾個是比較 你比較可以帶的或者說比較簡單可以理解的這樣 對 像我不會帶長輩玩今天大家玩的鬍子遊戲 你知道我曾經帶過50歲60歲的長輩 不知道要怎麼按欸 講在那邊這樣 所以這就是不同年齡層大家可以進行的破冰的方式不太一樣這樣 一個是這個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可以前面多鼓勵大家 就是在做這樣的共創的時候有一些技巧可以 比如說鼓勵大家盡量寫越多越好 或者說不要怕就是沒有奔想法這件事 就是我們腦力激動的那一些原則 其實可以稍微說一下這樣 對 沒有奔想法這件事 每個想法都是很棒的都是很好的 然後在分享的時候就是大聲唸出來 然後有類似的貼在一起 類似上講就是指令式的代理跟說法 其實可以幫助大家在操作的時候比較安心 然後他知道說他這樣子是OK可以被我們允許的 對 OK 好 還有嗎 請說 就是因為你有微視器過子 對 那就是就是我還我一直都還蠻好奇說 就是服務設計跟專案管理這兩者 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是什麼 是不是其實有一點像是統治性很高的 這都是規劃的感覺 但是我一直很好奇 就是服務設計之前一直被抓出來講 但是他跟專案管理之間的差異是什麼 我覺得看大家專案管理是選哪一套系統啦 因為專案管理跟服務設計 對我來講他就是兩套有自己的工具流程方法的不同的領域 就是不同的系統就對了 那他當然有很多可以結合的地方 就像人家也會說那design thinking 跟服務設計到底他的差異在哪裡 對不對 其實也有很多重別的地方 但像服務設計 我們會用到的一些特定的服務設計的工具 像customer journey map dayholder map 然後blue cream 或是story job 像這種的東西其實就是專案管理裡面 我們會用到的 那專案管理當中的 像是干測圖啊 或者說工作管理的那個WBS這些東西 其實他也不一定在每一個服務設計的專案當中都會被用到 那我覺得專案管理他比較 他比較適用 通用性般 那這樣也不能這樣說 因為服務設計通用性很廣 就是我覺得他兩個是有相重疊之處 但服務設計其實他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跟他的信念是什麼 還有他的工具 對 因為服務設計講的就是holistic view point 講到human center 講到他是一個consequence 就是線性連貫的 這些概念其實在專案管理並沒有特別去強調 所以服務設計師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體驗 老實說就是在公司 所有的服務設計師都要扛至少一個以上的案子 那當然我們要有一些知識管理 或是專案管理的工具跟技巧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你對於服務設計 還有社會設計 你這個東西是不是有內化成你的DNA 然後你的不能很好的去運用 在服務設計帶給你的能量 在你的專案的規劃上面這樣 對 謝謝 好 剛剛那個專案管理啊 會不會比較單一的追求效率啊 比較大的差異 然後您說你有念過那個VA嘛 那可是在你的社會設計裡面 比較少看到經濟學的影子 那有沒有可能多加一點經濟學 因為在社會設計裡面成本是很大問題的 好 謝謝 謝謝 因為老實說 我沒有 我有點半調子的NBA啦 只能這樣承認了 不好意思 對 因為我自己在大學部沒有念氣管相關的 所以我其實是在研究所的時候 直接選定行銷 而且我們教授是做網路行銷 就是e-commerce的部分 所以的確在企業管理這一塊 我個人的能量的部分比較多 還是在市商的操作跟 就是怎麼把一些事情溝通清楚 然後把前面的使用者市場調查 市場定位這些東西去做釐清 對 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 幫助我在新創的時候 做內部的公司的營運跟策略面的擬定的時候 是有一些幫助的 就是在尤其在我們要開發新的商模 跟新的市場的時候 對 那在經濟學或者是在財務管理 或者是在人資 這幾塊的確也是氣管的範疇 因為氣管真的很廣 但是目前我們比較缺這塊的人才 所以大哥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加入我們5%的時間 投入社會創新 OK 但我就是一個蠻有趣的方向 我們也在思考不同的領域 進到這樣的一個組織 社會設計的組織的可能性 因為你知道只有設計的人就是 你在做跨領域創新的公司 但是這個公司只有設計師 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這樣 對 但所以我們的員工或是夥伴 我們的夥伴的主持人 大概也蠻多元的 有學戲劇、電機 然後高齡、創新 然後地理 然後設計、行銷等等 就是有不一樣的背景這樣 對 謝謝 謝謝 很有趣 我覺得跟他有一個QA的詞後 其實還蠻開心的 就是 才知道說其實大家在想什麼 來 後來好像又多來了幾位男士 對不對 男士們有沒有問題 想問 或者說你想要分享今天 就是比較印象深刻的 part 也可以 或是任何想要說的都可以 我想問一點 是 因為你說 你好 因為你說你有那個 喜歡 不是喜歡 就是 你有跟很多不同的領域的人 共識過的經驗 然後也有帶過不同的領域的人 一起做一些 workshop 但我比較好奇 是說你只要讓 不同的領域的人 然後 那種 background 他們要 最後答應一個共識的時候 就要怎麼做到 然後你說 聽說 我記得在最初很多影片的時候 你有說 5% decide 他是為了 就是說 讓不同的領域的人 可以在一起 然後不會從這樣 那你只要讓這些人 不會從這樣 不會從這樣 那你只要讓這些人不會從這樣 最後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說 你要讓不同的人 對方的想法 但是到最後 最後 你要做一個指定的時候 你要找到這個資訊權到 每一個人都會 嗯 這樣 好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很多設計師都 共同面臨的一個問題 其實他也是平台上面 最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 把這麼多不同的人 放在一起 大家想法都不一致的時候 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來讓大家有共識 那 其實我的答案 大概分兩個層次 第一個部分是 我覺得 就是大家每一個人的心 心態很重要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你要有正確的心態之後呢 第二個就是我們可以 善用一些工具 來去做很好的帶領 或是去收斂出共識出來 那先說第一個部分 我覺得心態的部分是 我們在工作坊的時候 都會在前面跟大家 就是洗腦一番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會有些工作坊的守則 會告訴大家說 既然這邊你要去 比如說 擁抱不同的觀點 去很好的 你自己的聆聽 然後你多用 多用and 少用but 對 類似常講 就是你多用 多疊的人家的想法去往下發展 然後少用就是負面或是否定的詞等等 所以我們會讓大家建立一個 比較包容開放 然後互相尊重的一種文化的氛圍 那告訴大家具體而言你可以怎麼做 所以其實為什麼大家喜歡用便利貼 你有想過其實便利貼它的好處是什麼嗎 其實我覺得便利貼它的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很平均很自由的把眼 而不是今天開會的時候 一群人圍著一張桌子 只有權力大的外向的人有在講話 對 那當今天每一個人有時間先思考 那我們都會說 請大家現在寫下的三張便利貼 其實是關於你看到這個議題 你覺得最重要的重點 你都把它寫下來 所以每個人他手上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想法 是他背記下來所以他可以分享的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剛剛說到的第二塊 你可以善用一些很簡單的工具 就可以幫助大家去平等去很好的發言這件事 所以內向的人 或者是他今天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多想法的人 其實他也不會覺得很不自在 因為在我們說在整個團體或是共創過程當中 最害怕的就是尷尬 或是最害怕的是那種衝突感威脅感 當今天講師要你就是站起來 跟大家發表一個十分鐘跟你說的時候 對有些人來講它就是一個很威脅的地方 但是今天你是有機會先整理你的想法 而且是坐在圖裡面 每一個人都願意聽你分享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比較舒服 所以第一個是讓大家去建立一個很正向開心 然後很舒服的環境跟氣氛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剛剛講到 有很多不同的服務設計的工具 是可以引導大家去做出公式的 譬如說其實最簡單就是便利體驗結束之後 怎麼收斂公式 每一個人把想法丟出去了 然後什麼收斂公式 會整對 grouping 我至少先抓出我們 當然我們這組看到的問題大概就是分這四塊 那引導師的功能 他就會稍微 sum up 一下 總結一下他們的今天的討論的 大概分這幾塊 然後我們這組覺得比較有重點的 應該是在這幾塊 然後呢 也許可以讓大家去做一個投票 或者是說你可以先選自己覺得最有感覺的那一兩個 發展 prototype 把它變成你的 storyboard 或是你選擇一個把這個概念再發展得更完整一點 然後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會在工作坊的設計當中 邀請大家去綜合跟 mapping 他的想法 所以有可能譬如說 我們三位畫的各畫一張 storyboard 都有六個就是漫畫 有一個人做什麼事 我的概念的出現在哪裡 亮點是城堡 所以這個人最後怎麼樣 然後你們三個都有各自的故事 但強調的東西不一樣 那我們就會請大家 你們三位再共同創造一張 storyboard出來 所以這時候他們就會討論 然後他們就會說 那好我覺得你這個想法還不錯 然後這個部分的 是什麼東西還不錯 所以他用剪刀 可以把它拼成一張新的 storyboard 或是再畫一張出來 那這個圖就是這三位的公式了 對吧 所以類似像這樣子的工具 其實在服務設計當中還有很多 我們會試著用在每一個階段 用不同的工具去讓小組對他的概念 是有每個人的聲音 再來是有每個人的決定權在裡面 所以甚至我們連這個 比如說我們連大家的評選的標準 這些事情都會讓小組討論 比如說我們有一堆idea了 然後我們這一組可以來討論說 我覺得如果這個概念 是一個很棒很完美很好的概念的話 他要具備什麼條件 這樣就可以討論一下 比如說有些人覺得說 我覺得要真的能解決場域的問題 這個組織要他能夠解決才是一個好設計 有些人覺得 我覺得這個概念要符合使用者的需求等等 那他們就可以去討論 他覺得一個最終的概念 應該要具備其他的標準 然後去排序跟去做 做最後大家的公司 然後他的概念就可以依照他的東西 去做比較好的挑選 那所以概念出來之後 很多時候是這一組的人 當然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不同的意見 跟我們會鼓勵大家盡情的去 在概念發展到後面的時候 會有一段時間去辯證 去讓這個概念更完整 去提出一些挑戰去測試 被從遇到回來 這都是有一定會必經的過程 但因為這個歷程 大家都是一起圖約的一起做的 不會有人落在旁邊 他不用負責做任何的事情 一定會有工作給他 所以分工平均這也是一塊 然後大家都是一起做出來 大家都是一起思考怎麼樣 再設計再改善 只有到最後我們大概在階段性的成果發表的時候 才會讓小組去反工 譬如說我最後要有一張台報 一個展品 然後要有一個設計的簡報 那誰附贈哪一塊 這個時候就會跟我們來執行 對 所以大概是這樣 就是心態跟好的工具 來引導收入公司 那最後一個問題 有人要問最後一個問題嗎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今天幾點睡覺 我還要回到鬼山呢 有點遙遠 我現在做討論每天通勤兩個小時 兩個半小時左右 對 有點遙遠 但還蠻好玩的 對 大家不想問是因為海上繼續聽你講 辯子繼續講下去嗎 好 那接下來要講什麼鬼故事嗎 到了這個夜深人靜的時候 好啦 還有任何問題 好 好 還沒問題待會自己想給問 對 來請收 我是想要問說就是如果想要就是進修 例如說社會設計或是服務設計這一塊 要怎麼樣 就是有沒有什麼簡易 因為感覺這是比較新的一個 topic 然後可能就是說在學校也比較 沒有這方面的一些資源 那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好 其實台科算很有資源 對 OK 我們很多服務設計的課 都是在從台科的設計所開始開的 對 所以你可以修一下宋童正院長的課 對 然後再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知道好像福大坊有開社會設計的上班的學程 或是課程 然後那個台北清大跟教大也有 對 那福科所等等的 其實他們也都是在講服務設計的這一塊 那有一些氣管領域呢 他們也是講類似的觀念 但是他好像比較多是用那個服務體驗工程 類似這樣的方式來切入這樣 那有興趣也可以研究一下這一塊 那如果你很難接觸到學術權的話 兩個就是免費公開的資源提供給大家 第一個是 就是IDEO它有一個open IDO 那它是一個線上的類似學習平台吧 你可以在上面免費參加課程 你要組個team 然後上去它就有一個禮拜一個禮拜的任務跟課程 那它教的是human-centered design OK 那但是是英文的 另外一個也是英文的 好沒關係 就先說給大家 大家英文應該還可以吧 好然後第二個是SDN 對 Service Design Network 它是全球的服務設計聯盟 那SDN它在線上也有一個開放式的 就是有一些開放式的教材可以下載這樣 那也可以上去看一下SDN的 它叫學院吧 好像是SDN School還是什麼的 那就是裡面有蠻多課程 但如果你有很有強烈的興趣想要做的話 我會蠻推薦大家可以加入SDN的Membership 它有個人的Membership跟學生身分的Membership 那裡面你加入之後它就會有 他們每年會出全 全球的國際性的服務設計的期盤 叫Touchpoint雜誌 那裡面有非常多就是第一線的新的消息 那假設你有錢又有很多的能力的話 你可以去參加SDN每年的年會 我們每年大概都會派一兩個去參加這樣 那今年是在加拿大 那我們也有這樣執行家跟一些夥伴 他們會把SDN年會的最新消息帶回來 對所以大概國際上在談服務設計 其實服務設計不是一個非常新的東西 它已經二、三十年了 是一個很老的領域這樣 對倒是社會設計 在台灣是 對在內國際上是比較其實還好 就是比較新一點點 對那好 最後一個組織我個人也很喜歡 是英國的Design Council 他們是經過政府跟有點類似 半肥官方組織一起成立的 那Design Council他們的網站裡面呢 有非常多的案例可以下載 還有Tour Key工具包的部分 可以下載下來去做閱讀這樣 那如果你只是對設計思考有興趣 又想看中文的東西 那你可以下載那個台大 台灣大學的Apa Team 他們做的Rookies Guide跟那個Coach Guide 他們有兩套工具包是免費的開放下載的 那裡面就有一些引導的技巧 跟服務設計思考的一些原則 對應該會對大家有幫助 好 如果你想要看書的話 你可以看This is Service Designing King 這就是服務設計思考 這本書算是服務設計系列的經典 對然後社會社會設計的話 可以看一下社氣流之前 我出了一本 我忘記你這裡 反正你打社氣流書就有了 好然後還有為社會設計吧 這本書也不錯 大概這樣 如果不清楚的可以再問我 我剛剛說的比較快 工資 EF 好 讓我們來找個二字 共產黨 好不好 我們來找個二字 心得 MD 個人